台鐵422次新自強號列車 在2號傳出有擊殺事件 經過台鐵提供畫面 鐵路警察花蓮分局特別巡線 找到了造成這個事故的男子道案說明 而這個線性男子說他是因為睡過頭了 他才把列車上緊急停車罰給拉了起來 他想下車 而警方則表示說 會依法開罰1萬元以上 100萬元以下的罰還 這個月2號台鐵第42車次新自強號 從樹林開往新左營 在行經台東經輪時 突然發生緊急煞停的意外事件 經了解 居然是有人拉動列車上的車掌罰 造成刃管汽壓洩漏 才會出現列車緊急煞停的事件 而台鐵也將車上的監視器畫面 交給鐵路警察 經過鐵路警察群線追尋 在今天找到拉動車掌罰的線性男子 並請他道案說明 本分局於昨三日九十曲 經台鐵公司台東車站通報 於二日台鐵第422次下行列車部站 至臨時徵停經輪車站 經台鐵人員檢視後 發現通道車門間緊急考課 遭旅客轉動 發出系統通報 自列車緊急停止行車事件 後經台鐵公司緊急調派第708次 及第168車次協助旅客完成輸入接駁 本分局以針對轉動之開關 採取相關事證 並積極調閱相關監視器影像 追查與過濾旅客身份中 依據鐵路法第68之一條 任意操控鐵路站車設備或以他法 防害系統設備正常運作 可採取新台幣1萬元以上 100萬元以下罰元 若因而造成公共之危險 亦將依刑法就辦 絕不寬待 鐵路警察局也呼籲旅客搭乘各級列車 應遵守乘車秩序 若有乘車過戰的情形 應向台鐵公司的列車長尋求協助 切勿任意開啟或操作各項車站設備 以免危害鐵道運輸安全 以及涉及其他法條 記者陳吉林 台東市報導